亚太报道 中国的听众朋友早上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 2019年5月1号星期三 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 从美国首都华盛顿 为您播送的亚太报道节目 我是何平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即纪念五四运动 再次强化一党专制 联合国秘书长访华 提出新疆人权问题 但为什么受到批评 广西维权律师陈嘉宏 突然遭警方带走抄家 三名四川甘孜藏人 因呼吁释放班柴喇嘛 被当局抓捕 三十年前的今天六四专题 1989年5月1号发生了什么 台湾国民党将高雄市长韩国瑜 纳入总统候选人初选名单 中方反制举动升级 加拿大朝野 酝酿应对措施 以上就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欢迎您收听亚太报道 今年是影响中国近代历史变迁的 五四运动一百周年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星期二在北京举行的纪念大会上却强调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听党话跟党走 下面请听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峰的采访报道 一百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 除了代表了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 还有中国知识界和青年学生批判传统文化 号召以民主和科学之路 探索新文化运动 星期二 北京人民大会堂提前举行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纪念大会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以中共的思维方式演绎了这场运动的意义 为中国共产党成立 做了思想上干不上的准备 为新的革命力量 革命文化 革命斗争 登上历史舞台 创造了条件 习近平指出 五四运动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 他强调培养新时代中国青年 事关党中央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是党中央的共同政治责任 他要求新时代中国青年发扬五四精神 爱国爱党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听党话跟党走 胸怀忧国忧民之心 爱国爱民之情 不断奉献祖国 奉献人民 一个人不爱国 甚至欺骗祖国 背叛祖国 那在自己的国家 在世界上都是很丢脸的 也是没有立足之地的 澳门教育学会会长蔡子余认为 习近平的讲话背离了五四运动精神 因为五四运动从来没有提倡过 要服从党 要服从党 要爱党 这个是完全两码比的事 五四运动无疑是这种爱国精神 更重要的是 北京大学的学者提倡的是 中国如何往前迈进民主跟科学 而关于服从党跟社会主义 那个完全在当时是都没有提过的 贵州大学原经济学院教授杨绍正 则指出爱国并不等同爱党 这应该要鼓励青年 有独立的思考能力 判断能力 那肯定爱党和爱国是两回事情 爱国并不是去歌颂和赞美祖国 不轻易是歌颂和赞美祖国应该说 爱国首先就是要发现这个国家的错误 发现这个国家的问题 发现以后要敢于把它崩开出来 想把它解决这些问题 这才是真正的爱国啊 爱党并不等于等于是 歌颂和赞美中国共产党 应该讲办法去发现 中国共产党存在的错误和这个问题 1919年5月4日 数千名学生民众在北京游行示威 抗议一次大战结束后 以战胜国身份参加巴黎和会的北洋政府 没有捍卫中国利益 示威者提出外征国权 内除国贼等口号 其后示威蔓延至全国 至于这场学生示威衍生出来的新文化运动 核心议题 就是以民主和科学来解决当时中国面对的种种问题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峰 香港报道 五四运动100周年前夕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表示 这场学生运动的历史经验体现了爱国主义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性 但却淡化了当时一些具有进步意义的呼声 那么五四精神到底是什么 对今天来说又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佳奥 邀请华盛顿信息与战略研究所所长李恒青 以及现居美国的青年学者李宝阳 就五四精神进行了讨论 那我首先想问一下李恒青先生 在您看来 五四精神的核心是什么呢 五四精神就是他原来提的那个德先生赛先生 实际上就是追求这个自由和民主 然后和科学 这才是他的核心 那核心呢 原则上就是独立的自由的思考 李宝阳先生您是怎么看的呢 五四精神其实它已经是一个实有定论的话题 那就是民主科学 就是陈独秀在新青年中 他提到说德先生和赛先生 这两个精神也不是说龙不丁就从1919年突然就提出来 他其实就是中国近100多年200年 中国民众一直在追求民主和科学 所以到了五四就是一个契机 然后陈独秀胡适这一批文化人站出来 把这个明确的就提出来 作为一个时代的精神代表吧 回到李恒青先生您这边 因为我看到周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 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说 五四运动的历史经验 体现了爱国主义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性 那么您认为五四运动的历史经验是否如此呢 当然不是 五四是1919年 共产党那个时候呢 还没有派到中国呢 当时呢 中央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嘛 当时实际上是苏联 大林是共产国际的这个领导人 然后当时呢 是派的人到中国来发展共产党的一个系统 那个分支机构 在1919年已经开始有一些小的活动了 但是根本共产党没有阻挡 也没有真正发挥什么更多的作用 当时呢 都是青年学生 在一些有影响力的知恨子的倡导下 最后发起了这场学生运动 但是 那个时候呢 不是共产党在发挥作用 那时候共产党都没有呢 李宝洋先生您对这个历史经验是怎么看的呢 我在浙江的嘉兴生活过16年 那嘉兴的南湖是共产党曾经就召开他们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时候 他先在上海 后来是被当局发现之后 他们就躲到浙江的嘉兴去继续开第一次代表大会 那么后来就渲染成1921年什么开天PD 就是中国大陆有一电影叫开天PD 他就是把那个事件就渲染得非常轰轰烈烈 其实事实上根本不是那样的 在1921年7月份到8月份的嘉兴 就是说市民生活根本就没有人知道 曾经在嘉兴城南的南湖上一条小船上 有这么一批人去做那个事情 历史的经典都是后来人堆积出来的 也就是顾洁刚先生说那层类的历史 共产党在发展过程中 他不断地在经典化他曾经那些历史 那么这个经典的过程 大部分都是牵强附会的 要是把马克思主义附会到1919年五四运动 我觉得这是很可笑的事情 回到李恒卿先生 六四三十周年马上就要到了 有不少网民现在谈到 五四与六四两大学生运动间的联系 而官方对两者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 那您是如何看待这两大历史事件的关联的 应该说1989年的学生运动 跟五四运动实际上是有很强的一个传承 因为89年的这场学生运动 实际上就是要追求一个民主 一个自由的这么一个想法 起因就是因为这月15号 前共产党的总书记胡耀邦过世 因为他是一个党内相对来说 自由派的这么个领导人 所以这些学生们对他非常怀念 都希望把自由的这种空气 继续传承下去 结果他后来倒台了 所以大家觉得他那死 大家觉得对他处理不公 由此才引发了后续的抗议活动 应该说六四学生运动和五四学生运动 是一脉相承的 李宝阳先生您又怎么看呢 我认为在追求民主 或者追求光明的这条路上 五四和六四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我在国内的时候 我以前是在大学里教书 那我就在课堂上 我跟我的学生感慨 我说89年到现在30年过去了 我们的学校是风平浪静 那为什么我们的学校风平浪静 是因为我们现在处在 中共高压的一个统治环境之下 在学校里是不能谈自由和民主 因此就像五四时期的一位中国知识人 他叫夏曾佑 那他曾经说过一句说 大学是什么呢 大学不是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 但是很可惜就是从89之后 中国大陆所有的大学 都成了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 中国现在当代青年 应从五四运动中 汲取哪些精神适量呢 要惯醒现当代中国青年知识人 对国家命运前途的关心 那我觉得教育还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共产党灌输给青年学子的 这一套马克思主义 对青年学生的影响非常之严重 如果想要改变这种局面 那我们只能在老师中间去影响学生 当然这个是有很大风险 比如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去做学生工作的时候 很可能会被政府关注到 但是这些工作还是要做 就像现在海外的一些民主运动的同仁 他们也为这个事情在努力 国内能做的 我认为就是从教育着手 让这些学生 首先有一个意识的觉醒 我们先把这个种子撒下去 那么它什么时候能够生长 然后什么时候开花 然后什么时候能结果 这个是我们不能预料的 但是我觉得在学生中间去做 总比不做要好 您刚才收听的是本台记者家傲 邀请华盛顿信息与战略研究所所长李恒青 以及青年学者李宝阳 就五四精神的含义和遗产所进行的讨论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上周在北京会晤了中国外长王毅 并且提及了大批维吾尔人被关押的问题 但人权活动人士表示 古特雷斯只是在与中国外长会见时 私下提及了维吾尔人的问题 并没有向中国领导人施压 下面请听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的采访报道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上周在北京参加了 中国政府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论坛 并在4月26日的讲话中 称赞一带一路倡议 可以帮助缩小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巨大资金短缺 但他在这次讲话中没有提及 中国政府在新疆大规模关押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问题 联合国发言人杜加利克日前表示 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上周的中国行程期间 与中国外长王毅会见时 谈到了所有与中国有关的问题 其中也谈到了新疆监禁营问题 秘书长还向中国高层表示 他全力支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巴切莱特向中国提出的改善人权的建议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 之前曾多次要求中国政府允许联合国派遣调查团 前往新疆就国际媒体大量报道的中国当局 大规模关押穆斯林人的问题进行实地考察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的执行董事罗斯 4月30日在社交媒体推特发推文质问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是以何种方式 与中国高层讨论强制监禁100万维吾尔人的问题的呢 1.仅仅是在私下提及 2.没有提到维吾尔人 3.没有提出批评 华盛顿民间组织 美国维吾尔协会的主席伊里莎提哈桑表示 他对古特雷斯秘书长没有在公开场合提到中国人权问题感到失望 这种给中国面子的闭门外交根本不起作用 中国把闭门外交当成是软弱 对中国这样的极权政府需要的是当面公开的谴责才能够起作用 但联合国一直在这些方面越来越没有勇气去面对暴政或者是极权政府 伊里莎提哈桑还特别指出 联合国秘书长不在公开场合批评中国政府大规模迫害少数民族 这不符合联合国的初衷 联合国成立就是因为二战的时候犹太人被大规模屠杀 联合国成立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保护弱势民族 被这些极权政府迫害压迫或者是进行种族屠杀 联合国秘书长就在北京在一带一路讲话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提东突厥斯坦的人权问题 联合国已经违背了它成立的初衷 位于德国慕尼黑的世界维吾尔大会的发言人 蒂里莎提也对本台表示 联合国应该在中国人权问题上拿出更强硬的姿态和措施 我认为的应该在有关维吾尔的强者被关押 被破坏的这个状况上 联合国应该起到前头的这个作用 采取强硬的措施 既然中国违反了联合国的国际人权公认 采取强硬措施呢 实际上也是在维护联合国的宗旨 另外据法新社4月30日报道 中国当局最近从再教育营里释放了大约40名 嫁给巴基斯坦人的维吾尔妇女 这些妇女是在2017年突然失踪的 她们的巴基斯坦丈夫和亲人们透露 这些妇女出狱后表现怪异 她们在关押期间被强制洗脑 并被强迫吃猪肉喝酒 甚至身着露体服装 跳舞等 接受法新社匿名采访的 9名巴基斯坦丈夫均说 她们的妻子不仅在监禁营里 被迫吃猪肉喝酒等 而且还被禁止念古兰经和做祷告 她们被告知 如果发现她们获释后 继续从事与伊斯兰教有关的活动 她们将被重新关押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 华盛顿报道 自由亚洲电台亚太报道 广西维权律师陈嘉宏 星期一突然被大批公安带走 有法律界人士透露 陈嘉宏可能因一幅书法 而遭到当局的调查 下面请听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峰的 采访报道 广西北流市玉林市公安 星期一采取联合行动 派出十多个警员 到律师陈嘉宏 北流家中 把她带走 陈嘉宏前期 罗女士星期二向本台表示 执法人员除了抓人 还在现场搜集罪证 警方进行抓捕行动的时候 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手续 仅以口头传欢方式 把陈嘉宏锁上手扣带走 公安又从现场带走数部手机 以及一副陈的书法作品 上午守完北流 下午又去了陈嘉宏 位于玉林的家收查 网上图片显示 据称是陈嘉宏的亲笔书法 包含成立暗杀突击队 清算邪恶官僚 加速民主建称等字眼 经由社交媒体曝光 到星期二为止 家属没收到陈嘉宏 被带走问话的相关法律文件 记者曾致电北流市公安局查询 但电话无人接听 陈嘉宏原本是南宁白举民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去年白举民因长期代理敏感的维权案件 遭当局强制解散 陈嘉宏也一度被停牌 至今无法正常职业 白举民原主任律师秦永佩估计 陈嘉宏短期内获释的机会不大 秦永佩说 正联系其他同业组成律师团 向陈嘉宏提供协助 陈嘉宏是中国人权律师团成员 经常代理敏感案件 2017年5月 他代理广西村民罗吉彪 在看守所离奇死亡事件期间 曾被公安持枪围堵 其后南宁市司法局 指他在代理一气经济纠纷的案件中 未尽律师职责 把他停牌半年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峰 香港报道 中国709大抓捕案件 遭起诉判刑的北京维权律师王全璋 被羁押至今已经超过1300天 但从秘密审判到定罪判刑 家人和外界对他的具体情况一无所知 就此台湾人权组织和立法委员 呼吁关注王全璋的情况 并且珍惜台湾的自由民主 下面请听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黄春梅发来的报道 王全璋最新的状况 外界根本没有人能掌握到 在台湾多个人权组织 包括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 私改会 台湾人权促进会 民进党立委油美女和段一康 30日在立法院召开 联合记者会声援王全璋 李文足现在遭到严密监视 无法连线参与记者会 因此只能透过自拍视频 向台湾社会传递讯息 李文足在影片中说 中国官方秘密开庭宣判 连家属聘请的律师 都完全没有面见过王全璋 他原本以为至少开庭后 会看到王全璋的照片 但是也没有 完全是没有他的任何的消息 那对于这种情况 我十分担心王全璋 他现在的处境 那他是否健康 他是否还活着 这是我每天都很担忧的一个问题 那也在此 就是盼望台湾的朋友们 以及国际学会 以及所有的所有的各界人士 继续关注王全璋 中国在2015年发动大规模抓捕 镇压维权律师 王全璋长期遭秘密关押 是709大抓捕事件中 最后一位被起诉判刑的关押者 天津法院去年12月秘密开庭 并在今年1月 以颠覆国家政权罪 判处王全璋四年半徒刑 根据天津二中院起诉书 中国当局指控王全璋 向境外机构提供 中国人权状况的报告 在2013年在建三江发起示威 以及代理所谓邪教的案件 抹黑政府因此构成 颠覆国家政权罪 民进党立委尤美女表示 王全璋的处境正好说明 台湾人要好好珍惜民主 自由与法治 世界各国其实大家都为中国的政治 无所不用其极的扩张 渗透甚至透过假消息 大家正在非常努力的围堵的时候 那我们台湾是不是更应该有所警觉 王全璋的案例 其实就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警惕 至于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依林说 应该认清中国侵害人权的事实 不要再对中国提出任何承诺 抱有虚假的幻想 包括中国所提出的协议或承诺的和平等 当一个政府每天都在违反自己的法令 还去说这是在落实法治的话 那所签订的任何协议 应该都是不可能的行为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这个星期一 四川甘孜州的三位藏人 因参与佛事活动 其请失踪的班禅喇嘛早日获释 而遭到当地警方的拘捕 下面请听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丹珍的采访报道 上星期四是被强制失踪 24年的第11世班禅喇嘛 更敦雀吉尼玛30岁生日 西藏流亡官方与非官方组织 举行不同形式的庆生活动 其请班禅喇嘛早日获得自由 并发起声势浩大的情愿活动 要求国际社会介入 让中国政府释放班禅喇嘛 除了境外藏人的声援 四川甘孜州石曲县的部分藏人 不顾中国政府的打压 其请班禅喇嘛获释 却遭到拘捕 一位不愿拘命的有关消息人士 星期二就此向本台表示 昨天早上 甘孜州石曲县色虚镇 僧俗藏人 在色虚寺后山山顶 举行威丧济神佛事仪轨期间 当地年仅20岁的藏人望清 向空中抛洒风马纸片 然后高呼 祈愿第十一世班禅喇嘛 更蹲雀吉尼玛早日获释 祈愿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 两位尊者早日在藏相聚 当时在场的另一位藏人 告诫他不可这样 他随即回应说 至今有150多名藏人同胞 自焚抗议 我们所有人都对此有责任 在威丧仪轨结束后 大家都各自返嫁 但是在途中 约上午10点30分 一批石曲县公安人员 强行拘捕了望清和他的游人 洛桑和云丹 另外也拘捕了在场的一位 哑巴男子 同时还没收他们的手机后 将他们拘押在石曲县公安局 消息人士表示 四名被捕藏人中 那位亚巴随后获得释放 但是望清和他的两位游人 仍被拘押在石曲县公安局里 本周三获得的最新消息说 当局声称将在15天之内 对他们进行判刑 就有关举行 威丧佛氏仪轨方面 消息人士介绍说 从数年前开始 每逢失踪的第十一时 班辰喇嘛生日 石曲县色虚镇广大僧俗藏人 在当地展开 为其一周的环保清洁活动 活动闭幕时 举行威丧祭神佛式仪轨 三名藏人被捕事件 就是在昨天的祭神活动结束后发生 据介绍 为班辰喇嘛祈愿 而被捕的望清 是石曲县色虚镇人 在他三岁时父亲离世 母亲是为养路工 因为家境贫寒 他未能上学 后成为赛马选手 多次参加在国洛和玉树等藏地 举行的赛马比赛 并建立了知名度 他靠着赛马的收入 协助母亲 担当起家庭重任 而与望清 一同被捕的两位游人 也是色虚镇人 同样也是赛马选手 自由亚洲电台 特约记者 单真的采访报道 全球视野低渺呈现中国大势 经济霸权主义将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开放平台 不涉陷传播被屏蔽的声音 欢迎您收听 自由亚洲电台的亚太报道 亚太报道 YouTube全新上线 主播嘉远 带您了解更完整的中国 接下来是 三十年前的今天 六四系列节目 改变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 六四镇压 已经过去将近三十年 由于中国政府的信息封锁 很多中国年轻一代对六四镇压 以及1989年的民主运动 支支甚少 有人说 忘记历史的民族 没有未来 本台记者林平 特别邀请专门研究 八九民运史的学者吴仁华 还原从1989年4月到6月之间 每天发生的重大事件 以便让年轻人了解六四 是如何发生的 吴仁华先生 5月1号当天 发生了哪些比较大的事件 1989年5月1号 是五一国际劳动节 所以北京各高校比较平静 大小支报也比往常要少一点 只有支部所高校的学生 贴出了八十多份的大小支报 学生跟官方在这一天 都是在做各自的 对下一步的部署 以及寻找对策 因为学生方面 是积极地准备五十大游行 中国官方呢 是在全力以赴的主子 学生在5月4号举行大游行 这是5月1号 大概的一个基本情况 在5月1号 中共中央政治局 开了一个常务委员会 您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情况 对5月1号 那个下午3点钟的时候 赵紫阳主持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扩大会议 五名那个政治局常委 都出席了会议 然后另外还有杨尚坤 博一波 李铁印 盈明傅 李姓明 陈希同 这些人 列席 所以这次会议的话 主要是在讨论 怎么评价 426社论 因为赵紫阳总部记 他是希望 能够对426社论 做一些调整 因为他认为 426社论 把学生运动定性 为这个动乱的话 不太合适 所以这个会议 开得比较激烈 就是两种不同意见 发生了极力的冲突 所以像北京市委书记 李姓明 然后北京市长陈希同 他是明确的表示 坚决拥护426社论 然后杨尚坤 特意也做了说明 说邓小平是经过 反复思考 才提出动乱的定性 说这是中央多年来 对政治思想工作 做得不够的一种结果 因为在当时的话 杨尚坤跟邓小平的关系 是最密切的 他基本上代表了邓小平 因为邓小平退居幕后以后 他跟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间的 那个唯一的联络人 就是杨尚坤 所以杨尚坤这个说法的话 基本上就给中央政治局 这一次扩大会议定了调 这次会议是 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这个会议 第一次就学生运动 发生正面的激烈的冲突 那么在学生方面呢 北高连在5月1号当天 开了一个记者会 您能不能够介绍一下 这个记者会的情况 5月1号当天上午9点半 到10点05分的这个时段 北高连在北大那个第二体育场 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 有60多位呢 中外记者参加了这个新闻发布会 另外有3000多名 北大跟清华的学生在场谈听 所以这个新闻记者招待会的规模 是比较大的 记者招待会上主要是公布了 北大学生执事会 筹委会的一份参议书 然后还有高自连那个新闻 发言来宣读了 总共宣读了9份文件 这9份文件里头 有一份文件 我觉得要介绍一下 因为这之前我们没有谈到 就是首途各界知名人士 自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的公开信 它主要是在支持学生运动 就是要求这些中国官方 就是跟学生对话 要解决学生提出来的问题 这份公开信是在4月21号公布 然后征求签名 首批签名者有47人 这47人都是当时中国知名的学者 作家这一类人 包括领衔的是严家齐先生 所以到了5月1号这一天 已经有200多位知名的学者 专家作家各界人士亲民 所以亲民行动还在那个持续当中 为什么要提他呢 因为这应该是当时 在加门事件当中 就是说首都自私界 包括专家作家 这些学者第一次联合的一个行动 5月1号实际上还有两件事情 是值得一提的 5月1号这一天就是北京一些新闻界的人士 也在开始积极活动 主要是那个抗议中共上海思维 来查禁世界经济导报 纪人日报 工人日报 官民日报 科技日报 中国日报 中国青年报 这些主要在中国官方的报纸的300多名 请者编辑 打电话那个慰问支持 必查禁的世界经济导报的人员 所以这是新闻界开始在行动 另外一件比较有意思的就是 5月1号这一天 中华民国财政部部长郭婉龙 当天下午率领代表团抵达北京 准备参加5月4号到6号 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开发银行的 第二十二届理事会 所以代表团制有12个人 可随省的台湾记者 多达将近100人 因为这是中华民国的官员 在1949年以后 第一次就是访问中国大陆 所以这么多记者抵达北京以后 他发现北京的那个学生运动 更值得报道 所以就在会议以后就留下来了 这也是就是说八九局运跟六四图三 为什么会在海外的那个媒体的 那个镜头之下 展现给海外的那民众 就是这是第一个因素 就是因为这一次台湾这个代表团 参加会议 所以带来了这么多的记者 吴仁华先生 谢谢您给我们介绍 5月1号的情况 刚才是八九民运研究学者吴仁华 回顾三十年前的今天 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自由亚洲电台亚太报道 陕西省高级法院 近期对张寇口杀人案二审 维持死刑判决 案件已经上报最高法院死刑复合 而四名在美国和中国的法律界人士 三十号致信中国最高法院院长周强 呼吁刀下留人 并以公平公正的原则 处理张寇口一案 下面请听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韩杰的采访报道 这份由有赤脚律师支撑的 中国异议人士陈光诚 中国维权律师刘世辉 李润初以及陆伟华 联署的公开信 从法律角度驳斥了 陕西省高级法院 对张寇口案的判决 联署人之一 原北京维权律师陆伟华 相继就介绍了 发表公开信的理由 虽然我们觉得难度很大 我们还是想呼吁一下 希望最高法院院能够 从各个方面考虑 能够刀下留人 不要判张寇口死刑 立即执行 这是一个出发点 第二个出发点 我们也想即使 最后他们判处了张寇口死刑 我们想通过这个公开信的 公开发表 让普通所有的民众明白 张寇不仅在情感上 是一个英雄 而且在法律上 他甚至都是无罪的 当船者对他的判决 都是属于莫须有的罪名 公开信说 1996年的张寇口母亲 被杀一案判决不公 是造成张寇口案的主要成因 陕西高院将张寇口 为母报仇的杀人动机 定为报复杀人 并认为其动机卑劣 还表示张寇口人生危险性 和社会危害性极大的 都严重违背了事实 与此同时 法院应该谨慎 人性地考虑张寇口经理的不公 还有他所受的精神痛苦 准许张寇口进行精神鉴定 陈光诚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说 从张寇口自首的角度考虑 加上目前舆论 也几乎一边倒地支持张寇口 法院也不应该判处张寇口死刑 立即执行 张寇口案明显与政治挂钩 按照他投案的这个状况 按照原来是出有因 按照为母报仇和这个普通的杀人 完全不一样这样的一个角度 有这些情节都是不应该再判死刑 可是现实当中中共 他不会从这样一个法律的角度去考虑 他只会考虑他怎么保护他的专权 这就上升为一个政治案件 中共都不想看到中国民间产生很多这种 由于专制不公而导致的 挑战他的专权的这样的行为 卢伟华也分析说 按照正常的程序来做的话 在程序正义上要保证张寇两个问题 第一96年的案子应该再审一遍 第二呢精神鉴定必须要做 据了解张寇口今年除夕夜 持刀杀死邻居网自新家三人 表示是为了二十多年前死去的母亲报仇 王自新当时未满18岁的三儿子 王振军与张寇口母亲争执 用木棍打死了他 后来王振军被裁定 故意伤害致人死亡 判处八年徒刑 虽然死者家属徐明氏追讨赔偿25万元 但最终只获赔大约1万元人民币 陈西高院4月11日对张寇口的判决说 张寇口对其母被害心怀怨恨 夹着工作生活长期不如意 心理逐渐失衡 继而迁怒于王振军及其家人 最终杀死王家三人 并造成巨大财务损失 但张寇口则当庭否认报复社会 也不认同公诉人 称其生活不顺杀人 并称办案人员诱导他 说出关于他生活的事情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韩杰 华盛顿采访报道 中国近年全力发展海空军 取得了很大进展 而中国海军的快速扩张 已经改变了西太平洋的平衡局面 有专家透露 美国也同时正在增加对海军的投入 以落实美国的印太斩略 下面请听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道 中国海军舰艇的数量 去年已经超过了美国 路透社报道说 中国目前拥有400艘以上的海军船舰 超过了美国288艘的数量 报道也引述一些美国海军专家的意见说 不仅在数量上 到2030年 中国海军在舰艇作战能力的质量方面 也将接近美国的水平 这种情况将全面改变西太平洋 目前的国际势力格局 美国国际评估和战略中心的军事专家 和中国问题专家费学李 对本台表示 中国急剧扩张的海军 对美国和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盟国 已经构成了明显的挑战 是的 在西太平洋地区 中国已经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对韩国 日本 台湾 菲律宾等 甚至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 南太平洋国家都有威胁 到2020年代后期 中国会装备一系列的核运载武器 包括战略轰炸机 一到两个核动力航母群 核潜艇等 它们可以快速在全球部署 将在全球对美国的利益造成威胁 不过美国退役军官肖恩则分析说 就目前而言 虽然中国海军舰艇数量和吨位超过美国 但在作战能力方面 中国与美国仍有相当大的差距 中国基本上就是舰制的数量去增加 当然它舰制有一些升级船舰艇 比如说它从094升级到094A 性能增强了 但总体上它的技术水平 其实还从苏联的一些舰艇的方式 来克隆过来的 整体的技术能力还是仍然落后美国的 那就是多方面中华来看 我觉得中国海军的作战实力 但它其实跟美国还差很多 不久前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青岛进行海军阅兵 并展示了中国最先进的导弹驱逐舰 中国在东海和南中国海 与其他国家都存在岛屿 以及海域的主权争议 也从未放弃武力统一台湾的战略 这些都可能导致美国的军事介入 废学里认为 在西太平洋区域 最可能发生冲突的热点区域 是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 中国入侵和占领台湾的可能性 在下一个十年会大幅增加 中国担心的只是美国的介入 从现在开始 美国应该考虑改变策略 比如支持台湾发展中长城的精确导弹 他认为美国必须增加对海军的投入 以应付来自中国的各种未来挑战 近年以来 在南中国海的南沙群岛和东海的钓鱼岛问题上 中国经常出动海警船 甚至是民间的渔船 与外国进行低程度的对抗 在南海 中国大批渔船经常云集在 有争议的岛屿岛礁或潜滩 阻止别国船只通行 甚至阻挡美国海军的航道 英国金融时报早前引述美国海军将领证实 美国海军今后将不再把中国的海警船只和有军事目的的渔船 视为民用船只 而是视之为执行军事任务的船只 小恩表示 这是中共军事策略的一大特点 美国军方对此已有所研究和准备 他介绍说 现代战争中 海军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 美国正在加紧提升空军长城隐身作战能力 也正在统筹太空武器的整合 未来的海战已不仅仅是海军的事情 他认为 在这方面 美国仍有极大的优势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华盛顿报道 有鉴于中国针对加拿大逮捕华为孟晚舟事件 所采取拘押判决加拿大公民 抵制菜籽油等农产品进口的反制举动 加拿大朝野有关采取应对措施的呼声 也日趋升级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柳飞 发自温哥华的报道 3月1号发生第一家油菜籽出口商理查森 因品质不佳为油遭中国禁止进口后 随后中国当局对加拿大油菜籽产品下了全面禁令 不仅如此 加拿大的黄豆 豌豆和猪肉等农产品进口都受牵连 中国当局对加拿大进口产品 采取异常严格的检查程序 导致通关速度延迟许久 让中国买家避开购买加拿大的产品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被问及如何因应广泛的中国抵制时 他表示目前的情况是中美贸易战下所产生的 中国对加拿大采取的行动是不对的 这种做法不仅对加拿大 对世界其他贸易伙伴都是不对的 我们会持续和中国交涉 这并不容易 但我们会努力 加拿大最大反对党联邦保守党党领谢尔 批评特鲁多的对华政策失误 如今要采取一些反击措施 他提出四大建议 加拿大应该要取消未来五年 对中国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 注资2.56亿元的承诺 要向世界贸易组织正式对中国提出投诉 需尽快派遣驻中国的新大使 同时对油菜籽农民提供经济资助 令他们可以享有政府提供的贷款额最多到100万 并可暂时停止支付利息 加拿大应该撤出投资亚洲开发银行 我若是总理 不允许加拿大的纳税人钱资助这一个由中国主导的金融机构 因为中国所为都是为了自己的政治野心 加拿大前外交官现担任加拿大全球事务研究所的研究员罗伯森 也赞同即刻向世界贸易组织投诉中国 因为中国采取贸易报复来达到政治目的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2010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将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中国人权运动家刘晓波 当时中国政府就对挪威进行全面报复 也是假借三文鱼有病虫害为由而禁止挪威三文鱼进口 罗伯森说中国市场虽然大但不可信赖 所以加拿大商业界需要广拓其他市场 才不至于轻易被中国掐住咽喉 另一方面中国广东省江门中级人民法院 星期二宣判加拿大籍的范威和另外一名名叫吴子平的人 合谋共同制造贩卖毒品被判处死刑 这是中国华为公司财务长孟晚舟遭加拿大拘捕之后 第二个被中国判死刑的加拿大公民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柳飞温哥华报道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自由亚洲电台视频节目带你直击新闻现场 还原历史真相 突解天下大事分享嘉宾观点 欢迎访问本台网站rfa.org 或在YouTube Facebook Twitter上搜索自由亚洲 谈赞不设限新闻无尽区 自由亚洲电台视频节目期待您的参与 下面我们关注一下来自台海对岸的消息 台湾国民党确定将高雄市长韩国瑜 纳入台湾总统初选民干 韩国瑜30号会见了国民党主席乌敦仪之后 首度松口表态 尊重党对他的安排 下面请听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小华 发自台北的报道 高雄市长韩国瑜30号北上国民党中央 会见国民党主席吴敦仪之后 发表四点声明 除了重申他没有办法参加现行 国民党总统初选制度 另外首度松口愿意接受党中央的安排 现况的中共大选的民调 我身为高雄市市长 肩膀上有高雄市市民对我的期待 我没有办法参加 如果中央党部以及中常会 有其他的方式 需要韩国瑜来做各种安排 甚至民调等等予以尊重 再度被问到是否参加党内初选 韩国瑜说 我目前的状态 因为并没有看到新的提名办法 还没有看到 而且党中央将来 征询是主动跟被动的 有多少人选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的立场就是一定要表达 我尊重 国民党现行提名办法规定 七成民调三成党员投票 来决定总统提名人选 国民党中央正酝酿 另定总统提名特别办法解套 国民党文传会代理主委陈美华 30日在武汉会之后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 确定纳入韩国瑜 进行初选评比 并倾向改采全民调 也就是完全依据民调结果 决定由谁来代表 国民党参选总统 现在是包括主动跟被动的所有的同志 就是在候选上面 我们都会把它纳入 所以没有所谓征召的问题 所以韩市长一定是也是被动 会被纳入在这个党内初选 是 那这个党内初选的话 到时候民调跟这个投票比例 大概是怎么样 目前为止就是我们所有的办法 我们还会由中产会通过 那目前就是方向是倾向是全民调 台湾大学政治系荣誉教授张林争 30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 他理解韩国瑜的难处 不主动争取 但被动接受参选总统 一样背弃对高雄市民的承诺 本质上毫无差别 要就大方宣布参选 张林争强调 老百姓不能接受 单位一个人量身定制游戏规则 张林争呼吁 该办初选就办初选 而且至少应该办三场以上的政策辩论 选民才能够知道各自的治国理念 谁能够真正适合代表国民党 所有的政治人物 我觉得其实你都不能相信他的 我觉得在政治这一行 西方的人性本恶是真的值得参考的 人性不一定本恶 但是权力一定会让人性失去它原来的面貌 其实显然就是这样嘛 你认为韩国瑜跟他的太太最初是说 我想选赢高雄市党 还要来选总统吗 应该没有吧 他当初是很谦卑的 张林争直言 国民党不该被韩本捆绑 事实上国民党现在时机大好 很多人要参选 如果韩本执意 非韩不投 其实是伤害韩国瑜 伤害国民党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小华台北报道 台湾的总统选战还没有正式拉开帷幕 但是国民党党内两大最强劲的竞争对手 韩国瑜与郭台铭 周二却同台举行了一场另类的总统辩论 下面请听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 发自台北的报道 郭台铭跟韩国瑜同台之前 上午先发表一场将近20分钟的演说 题目为美中贸易战对未来台湾经济的机遇和挑战 这是外界第一次有机会 听到有意参选总统的郭台铭比较完整的经济论述 郭台铭表示 在美中贸易的压力下 中国市场不只会更开放 而且会有惊天动地的开放 中国市场将开放给全世界 问题是台湾中华民国位置在哪里 他说5G时代要来临 会导致第四次工业革命提早爆发 这次美中贸易的巨变 将带给我们人类文明的另一次突破和挑战 让台湾获利 美国达标 中国转型成功 郭台铭提出 让这个事件没有人需要因为经济困境而发动战争 只有在台海和平之下 再加上找到对的国家产业方向和有执行力的领袖 才能找回台湾经济奇迹 郭台铭的事业版图大多集中在中国大陆 也让外界对郭台铭亲中立场表达疑虑 郭台铭也试图在经济政策拉拢美国 他说 在美国台湾也有机会 当初特朗普总统能当选的重要原因之一 是美国中西部的中产阶级因为旧产业凋零 新产业缺席而沮丧 郭台铭认为 要解决贸易战的根源问题 应当帮助这些州发展新产业 下午同一场合 郭台铭与韩国瑜有了正面较量的机会 在场的国民党立委与媒体人 对台湾经济提出许多疑问 两人接招形成一场另类的总统辩论会 国民党立委徐宇人 首先推崇郭台铭 能拿下苹果订单不简单 他说郭台铭的专长是Costdown 降低成本 他问郭台铭怎么帮台湾经济加值 韩国瑜在回应 怎么帮台湾经济找出路时 韩国瑜维持参选高雄市长的基调 或出的去 人尽得来才能发大财 韩国瑜的解药 无疑要高度仰赖中国大陆市场 韩国瑜举个例子反问台湾人 当大陆队跟美国队打篮球 台湾人希望谁输跟谁赢 正反映台湾人的内心世界 也牵扯台湾的未来 韩国瑜抛出的问题 这样的拉扯 不只考验台湾总统参选人 以考验台湾选民在2020总统大选的抉择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事件 中国政府因为不满捷克首都布拉格市长赫瑞普的政治状态 取消了布拉格爱乐乐团 原定本年度在中国的14场演出 赫瑞普于去年底就任布拉格市长后 主导废除了布拉格与北京签订的 姐妹友好城市协定当中 表明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领土的条款 同时赫瑞普还亲自接见了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 与此同时台湾前行政院长赖清德则表示 布拉格爱乐乐团可以到台湾演出 南美国家委内瑞拉的局势 在4月30号进一步计划 多个消息来源表明 反对派领导人临时总统瓜伊多 号召该国军人一起用武力 推翻现任总统马杜罗 委内瑞拉政府则宣称 有不服军人发动了军事政变 正在试图平息 与此同时首都加拉加斯一些民众 也走上街头表达抗议 由委内瑞拉的国民警卫队装甲车冲撞 并碾压这些民众 这一画面令人想起中国军队 在北京街头六四期间碾压民众的情景 听众朋友 亚太报道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 欢迎您继续通过自由亚洲电台的网站 以及我们在Facebook脸书 推特和YouTube上建立的专门频道 关注自由亚洲电台的其他节目 我们的网址是RFA.org 再次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和平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我们下次见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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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